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透过公民记者的镜头 带您去认识一位华侨 看他如何以权会友 默默的推广泰拳多年 一栋位于高雄凤山的普通活动中心 在顶楼却隐藏着一个少数人才知道的小小世界 李志愿先生是名缅甸华侨 多年来一直在台湾推广泰式搏击 也就是人家说的泰拳 小时候练缅甸拳 缅甸拳 其实缅甸拳 泰拳是没有什么差别 他女性拳就打了绷带 就这样就打 他有护子的牙套就打 他没有像泰拳戴上手套 台湾人经常把武术当作一种暴力 但李志愿先生并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不只是泰拳 所有的武术都是一种自我的磨练与要求 我也觉得说泰拳它是一种 反正功夫嘛 像你们读书啊 就是跟知识一样 你要学习渐进的 一步步从基本渣慢慢慢慢慢慢 就越来越好 而李志愿先生的理念 也吸引了许多爱好武术的人们加入 其中各不拔有在台湾生活的外国朋友 在这里大家很高兴 在差不多每礼拜 有三个两三次 在这边有很多朋友 接下来要看的报道也是公民记者用心为我们发掘的 在高雄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区当中 有人用心搜集了许多老旧的农具 成立了农村文物馆 让更多人认识南台湾特有的农业文化 温元社区是农业为主的社区 更是充满人情的社区 而代表人物非成凤鸣莫属了 三十多年来他对社区满满的热情 起初是因为对老旧的农业器具产生了感情 本身土木业的他 施工中看着这些器具丢掉了可惜 在嘉义台南高雄三线市 两百多件的老旧农业器具回收再利用 成立了农村文物馆 在收集的过程中 也开始对温元这片小小的社区 有了绿色环保美化的概念 进而无私无条件 带着不难看出的童心未敏 对社区奉献 以前的人的农村市场 看着他对着环保公园的那颗大红豆讲解时 我们着实深深的被他感动到了 沟通传承于一颗红润的红豆心 是他对自己及社区的期许跟展望 看过很多例子 一个社区当中好像只要有几个这样子的热心人物 就可以带着大家动起来 让社区往好的方向发展 展现社区的特色 或许您所处的社区当中 也有让您感动的人士 无私的奉献投入 他们的故事就是公民新闻最好的报道题材 欢迎更多人投入报道 并且放在PayPal公民新闻平台上 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